就在百貨公司內 男子對著貴姐大聲怒罵 店員頻頻道歉 但指不了客人怒火 百貨公司公關轉述 男客人二月中買了一把指甲刀 但過了一個多月才拿回來想換貨 理由是指甲刀上有一條刮痕 但購買已經超過三十天 貴姐表示需要送回總公司 認定刮痕來源 男子不滿意換貨 程序拖拖拉拉 情緒大爆發 東西壞了 我還要問那個大姐是不是 欺負人了 我沒有欺負人 幾百塊的東西要拋幾趟 戶客不明原因就突然間 情緒有一點失控 把一個新品直接提供給他 去做一個更換 那你會覺得委屈嗎 沒事啦 還是以客戶為尊重 貴姐覺得委屈當下一度自掏腰包 吸收換貨成本 但對顧客來說 買了瑕疵品到底可不可以退換貨 當然賣人家東西的 你要賣一個好的東西給人家有瑕疵 然後由店家來給他一個全新的 其實他沒有問題 消保官認為已經買回去一個月才說要換貨 支架刀上的瑕疵到底是誰造成的認定 真的有點困難 消保官建議購買當下就應該好好檢查 以免回家才發現買到瑕疵品 增添退換貨認定上的增值與糾紛 記者劉志然壓鈴 桃園報導